这是一间普通的民宅 身为兵部大元帅的杨玄苍 早就亲自等在此地 快进来 见到二人出现 杨玄苍急忙将门关上 怎么样 杨玄苍急切地问道 没事 就是有些虚弱 只要静养就好 紧元一边说着 一边将怀中的包裹打开 露出里面一个婴儿的小脑袋 这 一旁的郭准大惊 他没想到 紧元竟然是抱着一个婴儿 从皇宫内跑出来的 本以为 这老和尚最多也是 从皇宫内偷出什么宝贝来 但没想到 竟会是一个婴儿 皇宫 婴儿 郭准的大脑 在飞速地转动 瞬间冷汗直流 皇宫内的婴儿 想来只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皇子 再结合最近听到的消息 很明显 紧元怀中抱着的 就是最近刚刚诞生的 三皇子 朱玉 这可是偷皇子 朱连九族的大罪 郭准夏的呆立在原地 一动不动 手脚发软 需要静养多久 杨玄苍眉头一皱 语气有些沉重 不确定 但我会将他送到白马寺 放入冰心佛连中 这样就可以让他停止发育 同时辅助其修养根本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能恢复正常的 嗯 如此最好 一定要把它护好 杨玄苍郑重地说道 放心吧 紧元保证道 杨玄苍点了点头 又看向一旁满脸呆滞的郭准 郭校尉 啊 郭准这才清醒过来 大人请吩咐 你和紧元师傅 今晚在这里待上一晚 明日一早 你俩一起出城去白马寺 这是出城令牌 明天肯定会有人 在城门口查验 你以军方使者的身份出去 到白马寺后 你就直接去黑石城 以后你就是黑石城的首家 杨玄苍吩咐道 这是在收买他吗 郭准现在只是一名 小小的巡逻校尉 在京城这种权贵聚集之地 随便叫一个人出来 都能对他腰五喝六 而且他又没有上层关系背景 虽然十分机灵 办事利索 可却始终得不到提拔 如今竟能一跃成为一城守将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虽然黑石城只是处于边境 但由于枪人 已经多年没有南下截掠 黑石城又有军阵守护 所以各地的边城守将 毅然成为权贵子弟们刷资历的一个好位置 每次都打破头地来争抢一个机会 而杨玄苍直接让他成为黑石城守将 明显是在拉拢他 但巡逻校尉又不是只有他一人 郭准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单单选中他 不过有一点他郭准能确定 如果他拒绝 杨玄苍肯定会立刻出手 将他击杀在此地 然后一切罪责都推到他的身上 到时候他的全家都要遭殃 所以郭准没有选择 只能答应下来 是 大人 郭准立刻回答道 赌了 反正没有退路 那就赌一把 杨玄苍见郭准答应下来 心中的石头也落地了 他也担心郭准会不接受 他抛出来的橄榄枝 虽然他对于人选 已经斟酌过多次 这个郭准在军队内部毫无根基 但却为人十分灵活 有一颗向上攀爬的心 但他的上司担心 其会哪一天爬到自己头上 所以一直压制着郭准 不给他半点表现的机会 此次若不是需要执行这样一个危险的任务 郭准根本不会走进军方高层的视线中 但正因为如此 杨玄苍对郭准很是看好 没有背景 只有能力 而且还有一颗野心 对 就是野心 从刚刚郭准能果断答应下来 杨玄苍就知道 对方是在赌 赌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 相应的杨玄苍也愿意给他这个机会 若是真的能将此事做好 那么也算是给军方增加一元猛价 同时也留下一招暗棋 没准将来某一天就能发挥出作用 杨玄苍在交代了几句之后便匆匆离去 留下郭准和几元两人 第二天一早 一名从来没见过的士族牵着两体马过来 轻轻敲了几下门 然后一句话都没有说 把缰绳往郭准手上一放 然后转身就走 郭准从马背上拿下两个包裹 那里面是两件军服 他和几元禅师将衣服换好之后 开始朝着城门口走去 今天京城里人人自危 昨夜有大批人马在城内不停地奔走 时不时还会传来喊杀声 而且现在城门口也有重兵把守 任何人出城都需要检查随身物品 对此百姓们议论纷纷 今天这是怎么了 你没听说吗 昨夜出大事了 什么事我不知道啊 嘿嘿 我听说昨晚皇宫内丢了一件宝物 所以这才全城戒严的 不是 我听说不是这样 另有一人插话说道 我邻居的大舅哥的岳父的外甥的同门师兄 是六扇门里一鸣不投 他说是 昨夜有意江阳大道混进京城 所以这才严查进出人员 不对 我听说是皇宫里 我听说就是江阳大道 如今京城内谣言四起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很明显有人在故意将水搅混 郭准面色平静地听着百姓在议论此事 与几元禅师一起排着队 等待着出城 出城的队伍缓缓地移动着 眼看就要轮到郭准二人的时候 突然前方传出一阵喧哗声 凭什么不让我出城 一名锦衣男子对着检查的官差喊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负责检查的官差见状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愤怒 只是用一种平淡的语气对锦衣男子说道 没有不让你出城 我只是需要检查一下 你敢 锦衣男子大怒 这是礼部尚书家的马车 我看谁敢检查 查 官差一点面子都不给 直接吩咐手下去检查 你 锦衣男子刚想再说别的 直接这名官差掏出一枚令牌来 总捕头有命 出城的所有人都得检查 如欲反抗 格杀勿论 你敢 六扇门就能随意杀人吗 锦衣男子当看到那面六扇门银牌捕头的腰牌时 浑身的气势就减弱了许多 不过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我知道你 官差冷冷一笑 你爹是礼部尚书逢恶 你确定不怕给家里惹麻烦吗 锦衣男子一听这话 脸色一变 嘴唇动了动 不过没有说出什么话来 谢谢配合 官差皮笑肉不笑地说了一句 一挥手 几名士族上前检查骑马车来 很快就轮到郭准和几元了